柱凱迪玉 兩個項目是不再擺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就應該獨立這樣去審議的 那我就想具體問 第一希望問地政署的同事就是 這個橫州那個收地的意義呢 是當中有幾多是預備賠償給地主的 有幾多是預備賠償給寮屋的居民 有幾多是預備農業的補償 麻煩你 請地政署同事回答 多謝主席 我們預計了總共有二億多元支付一個賠償 和其他特為補償的支出 細項那裏其實只是一個估算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很具體的證明 主席 這應該有基礎的譬如說幾多面積的土地 他們預計了多少錢去賠償 跟著幾多間屋他們預計了多少錢去賠償 毛鴻先生 是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們跟著機制 我們是跟著立法會批准我的機制 我們的特為賠償 是怎樣計法 譬如青苗怎樣去賠償 那些農地 主席我們要數字 因為它沒有數字 它是沒有可能計到二億零三百萬這個數的 土地的面積和你預計了多少錢 二億零三百萬裏面 預計了多少錢是土地的賠償 預計了多少錢是寮屋的賠償 其實很視乎佔用人需要哪種賠償 譬如他選擇不上樓 他就會有另一種賠償 如果上樓他就沒有另一種賠償 所以這純粹是一個估算 我怕那些數字會誤導議員 如果你沒有估算的話 你怎可以問立法會拿錢呢 你這個二億的基礎在哪裏 有什麼理由不告訴別人呢 我可以只是解釋 我們是需要支付給一些業權人 我的土地賠償 我只是問你當中有多少分配 我那個是視乎那個業權人 他最終跟過一個 你現在那個分配的估計 我要一個分配的比例 有什麼理由這個不能說 如果純粹是說那個業權人 我們的現存估計大概是一億六千萬的 一億六千萬就是地賠地 剩下就是賠償 業權人我那個土地價值補償 我一個根據條例的土地價值補償 我一個賠償 是好 麻煩你 另外我想問龍古灘那裏 龍古灘的填海 因為我看之前的環評 面積是有200至300公頃的 那其實現在是否不知道拿來做什麼 我想問一下 土托署署長 我剛才講過就是說 在龍古灘這個現在的可能性研究裏面 我們就住過填海範圍 和土地的可能用途 就是在做研究的 我們的研究現在正在進行中 多謝主席 因為現在那邊是有 有發電廠 有堆填區 有污泥焚化路 那其實是拿來做什麼的呢 那些地 處長 可不可以多說少少 這正正是我們做這個技術研究 其中一個目標來的 剛才議員也都講過 附近也都有一些限制的 我們就住這些限制之下 我們現在正在研究土地用途 多謝主席 謝謝